第八招 特别是老家人 现在没在笑 因为人力调度 很多都调度不来 那为什么何报道失险呢 因为 粗这个也长 粗那个也长 粗什么通通都长 在这样情况之下 有人说会比邮电霜长 长得还厉害 特别令人担心的是 农历也就是马上要过农历年了 农历的输运可能会 出现问题 真的会回不了家吗 该怎么办呢 再见要来做讨论 另外 柯P上任 已经满两周年了 民调持续 低落 跌到满意度者剩下 35% 我们在上周 独家专访到柯P来宾 活力全开 针对他的争议 事件 个个都紧盯 他的争议事件 那么在今天 我们还持续为您专访到 柯P来看看两周年 成绩单里头有哪些 是不及格的 好 我们赶快来看 在今天来到现场的来宾是 游览车工会全联会理事长 鲁孝雅 鲁孝雄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以及高教 民调工会组织部主任 林博一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 李明贤 大家好 邀请到民进党副秘书长 徐家清 大家好 致富月刊社长 朱姬中 阿忠哥 大家好 趕快带您来看 一令一休才刚上路 所有地方 都软曹操 为了因应一令一休政策上路 现在就连电信业者像是远传电信 台湾大哥大也接连宣布 要来缩短部分门市的营业时间 这个要看自己多努力能够减低成本 对不对 身为远传大老板 徐旭东含苦 更直接反映在自己电信通路上 远传电信 部分门市开张时间不变 但打烊时间从晚上十点提前到晚上九点 台湾大哥大也跟进 部分门市开门时间从十一点 延后到十一点半晚半个小时 而一令一休冲击 十一住行都受影响 我爱一个臭臭锅 不好意思 我们现在只营业到两点半 非中午的离风时间 店长拒绝赚钱只为省人力 因为原本营业十一小时 现在干脆宣布下午两点到四点半 冷门时段不营业就是要省成本 一令一休的关系 然后人事的部分有吃得特别紧 所以到不如考虑下午的部分 就先让员工就是放空班 尽管连锁店全台有三家 但因为卖的是火锅 非餐期单数不多 业者粗估下午平均营业额 只有1000元左右 但至少得雇用两名员工 以时薪计算得支付600多元 再加上水电成本实在不划算 一部分是因为客人 本来就是有一定的量 没有那么多 然后一部分也是刚好 配合政府的法案 业者缩短营业时间 来因应工商协进会 理事长林伯峰更点出 过去油电双涨成本增加2%到3% 但一令一休人事成本至少增加5% 也难怪一令一休上路 百业寒涨引发民怨 三新闻唐医生徐少运 看不到 为什么我刚开场说 所有的地方 因为有些地方搞不清楚 应该怎么轮班 有些地方找不到人力 甚至有些店面 因为一令一休 掉不到人手 干脆先休息 先关门 明天再做生意 包括连会计 都不知道怎么算薪水 特别是一般的小老百姓 荷包大师席 现在好多都要涨价 从胡须涨到毕生客到医院 八方云集 麦当劳 肯德基 称名店员 三张巧福 我们的院长说 那是因为中小企业承受不了人力上涨的成本 涨价是必然的 问题是明显 涨的不见的都是中小企业 反而都是大公司 对 这些是什么的带头找 我今天出门去买早餐 去买早餐当然下午 更熟 不差 我会负责 北斗腰 我去胡须涨 买到鸡腿便当 去买了五块 乱讲鸡腿便当刚好下降五块钱 你是买错了 对 再来 去买了 你看胡须涨 麦当劳有去吗 早餐 延长去 我的车 穿六个而已 小条车去加油 之前 九百块就没了 那是厨子 现在是一千块 大家都去嘛 所以你不管一粒 不管两粒 不管你的三粒 不管四粒五粒 这些都关系在那队 都去啊 你不要说到我们的三粒啦 说三粒有什么关系 不都说不管一粒两粒 三粒四粒 不管你几粒啦 物价都去嘛 所以当林泉 今天说的真的是用红灰红豆 说物价必然上涨 我说你必然 我说你偶然 我说你自自然然 反正去起来 我觉得 国家必然上涨 问题是在一粒一休了 通过之前 你要想好嘛 有没有让老百姓知道这件事 你跟我说 下一个决策的过程 你真正跟我说嘛 你说一粒一休 你一星期够休息一天 没关系 老公再来休息 好过 有才会去嘛 你买便当会比较贵嘛 你加油会比较贵 你说清楚 我选民让我收拾 我到底是要够放过 或是要够娘过 太清楚嘛 现在起起来 我觉得会跟有一个带动效果 当林权讲那个物价必然调涨的时候 他等于给厂商一个空白授权 有一个点火效果 自己去就去 不然自己去就去了 这个从所谓12月23号就圣诞节前 一直到现在为止 那最近呢 民生大家都说 哎呀关心账甲的问题 我也知道 我也很关心 我也特别呢 跑到这个五星级六星级的饭店去观察 也跑到呢 一般的这个小吃连锁店去观察 这过程当中呢 有些地方确实是 他没有密集劳力的成本涨价啊 那这个都是有问题啊 所以我们上周五已经请行政院要注意 这个稳定物价小组开始启动 全面观察 包括公平会也要开始全面去调查这些 你是因为真的人力成本上涨 还是你是刻意借着这个过程当中 想调涨 我知道有人车人秉说 我以前就买12块13块嘛 我现在想要去15块 但是我去15块的人也很聰明啊 他说我以前卖一个 只能仅多卖两个 我现在一口气可以卖三个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现在变成说 40块买三个 那我因为一个把它定价15块了嘛 大家为了贪便宜 现在反而说我愿意买三个 以前只有买两个 我意思是说 过程当中市场的取向 一定又有市场的机制 市场的机制你收费 我不要买买 佳青姐说你这么说太便宜了 但是政府有油电双赏的时候 蔡英文怎么说 会有恐慌性的预期心理 大家减着要死啊 明显 现在会不会有 油电双赏是全面性的 现在这个劳动 扩散更多 不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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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电双赏全面 你让我讲完嘛 你不用急嘛 你让我先讲完 油电双赏 赏的钱是归功进到国库 现在呢 部分企业或者是部分的厂商 人事成本增加嘛 人事成本增加 增加应该是 要转嫁嘛 劳工会受益 劳工薪资要上涨 这个概念是这样 所以我们会去积查 你不要急 会转嫁出来嘛 你不要急 积查的结果是 你劳力 你劳动力的成本上涨 有没有真的回馈到 劳工身上 你劳工来让薪资增加 我们来问一下财经专家 到底会不会复制 当时油电双赏的模式 我觉得非常有可能 好 为什么 第一件事 因为这个时机点的问题 因为第一季 就现在开始1月2月 我们想想去年的1月2月 那时候的油价一桶 是27块美金 现在是50块美金以上 所以你从比较积极来看 1月2月的通膨压力 本来就在上来 因为你跟去年比 一定是物价整个上来 那是国际的原物 我说这整个是国际的原物 那这个时候 你再实施这个新的制度 那这个新的制度 我们讲说 现在它的结果会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只看到一件事情 现在所有坊间 要报名这个 跟劳工相关法令的 课程的班级全满 因为大家都搞不清楚 因为我跟卵操操 对 哪一圈是令 哪一圈是修都搞不清楚 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因为你看单单一个 你到底要加班 还是请一个工读生 你就搞不清楚了 我们现在连我们公司 我们自己都要开会 年假用不完 要连会计都不知道怎么 你全部要补费用 你要补薪资给人家 所以你现在要逼大家 赶快把年假修完 以前我们年假 比如说我们高阶组管 你应该是从 2017年1月1号才开始 我来讲一个比较简单的 年假是2016年的年假 没有没有 我说2017年的年假 你如果没修完的话 那是2018的事 没有 你到你今年的年底 你就会碰到这个问题 年底才会有 但是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就要开始排修了 因为我不可能到年底才排修 因为我年底排修就排不完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全市场的人资部门 现在最慌 因为他们不知道现在要干嘛 那我觉得这个心情会影响大家 会影响大家会觉得 因为这个制度不是一句话讲得清楚的 它是很复杂的 好 我们先来看 民众对涨价的反应是什么呢 别贵一点啊 好像今年账得太多事了 锅贴账还可以啦 汤五块我觉得不到那个价 涨价如果有涨的话 我只会减少买的起数 应该不会太过有什么反应 从劳工到老板 几乎每个都在抱怨 抱怨的不是只有涨价 还包括薪资下跌 政府必须拿出对策出来 否则啊 我们这些劳工啊 这个年可能真的不好过 一粒一休克通过以后 却变成了所谓的加成的效果 变成涨价的幅度太大 然后转教到人民的身上 我想政府要把 想办法把这个涨价要降低才对 我来问一下老板啊 老板人 现在是不是很想念吗 是啊 怎么想念吗 没想念 基本上文書院还是现在的 刚刚讲的老板也好 资方也好 他都没有感谢 为什么 第一个 老板 资方都没有感谢 至少 劳方会感谢 老板就是资方 我们资方 我对你说 资方跟劳方都没有感谢 资方都劳方都没有感谢 尤其叫我们御出业 第一个就是说 我游戏车出去 你现在一粒一粒 一定七天要修一天 是 那七天修一天的时候 我刚好跑这个行程的时候 跑到一半呢 这个司机要再抽回来 抽回来的时候 他原本前三天跟客人 培养好默契之后呢 后面才要开始有shopping 购物这种默契的时候呢 结果换一个司机 第一个 第二个 原本一个司机 六万块一个月 七万块一个月 但是啊 你中间把它除以二 因为它一台车要两个司机嘛 所以两个贪不值 所以说 我在家里要做什么 我刚才看你 我的电视 就是肚子要搖了 不然我就去买了 因为你怎么要煮菜啊 我六万块变三万块 我有什么意义 他们通常司机在shopping的时候 他们也有抽佣金 当然啦 因为他们出去长城的话 饭店啊什么的 它抽佣跟它服务费会提高 总比在台北市区跑的价格 服务费高嘛 所以他们希望去跑长途的 而且去跑旅游店 那我们游戏车本来就是这样子 那轮到后半段就较好了啊 每个人都有可能轮到后半段 问题是都轮不到 怎么说 什么 我们就好不轮到三天熟 还有三天 这个司机就很辛苦 这个豆油很辛苦 结果来大家 看到这个书记 豆油好不错 后面要买了 然后说我说 这也不知道好不错了 这一整个好 我们不用老人情给他了 这跟没关系 所以他不会去shopping 第一点 在薪资结构 在计算的时候 跟服务计算 我们也不用算 第三个就是说 你不用算 不用算啊 你到底是第七天 还是第五天去接 接着他 你早上十五天 他早上十天 要说这要怎么算 你处理 他有加班 他没加班 一小时满了 要做事 要给四小时 所以这些问题 其实目前为止 对我们这运输业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痛苦 但是我们不比什么 不比国道客跟市区公车 所以那天林全在讲 就是说 运输业要不要 你如果这样 排好 搬好牌 我们是全台湾 南半二楼在走 事免百般 我不是客人说 左序右回固定律线 所以这点 对我们来说 就是没有得到我们支持 听话我说一下 陆小小 你们会起床吗 你们会不会涨价 会不会因为这样涨价 要怎么起 连锁店敢起 小型中小市的不敢起 为什么 车量过多嘛 你现在人还没来 我是要起给什么看 你政府 保证说三亿要去投 也没有保证一轮车 所以当上去 大家就是 口罩下条的 第一点 第二点 我说反正 你都说 他利益税 给劳工有薪资 给劳工有足够的休息 是 那你也没有想到 游览车这个产业 你怕一个手机 对这台车也没熟悉 路红没熄 往往到 时间到 要换这个手机的时候 它的安全力度 它的专业性力度 路线车况的熟悉度 不够的时候 无形的安全的考量 也会发生问题 所以这点 我认为一个劳机法 没有办法适用所有的产业 所以应该要有什么 目的主管机关 来设定这一个单一的法 来制定交通运输 那你们有没有算过 伊利修上路之后 大概平均每一个员工 你们增加的成本是多少 你有算过吗 有哦 我来算这么清楚 14600几块 你算到这么多了 都现在拿去拼 一千块 一千块吗 一千块 一千块 14600多块 14600多块 那劳工真的会拿到吗 拿不到 为什么 好 因为呢 拿不到就不叫增加了成本啊 因为很简单 那你今天增加了人力成本 为什么劳工拿不到呢 那你把钱给了谁 我讲实在给你听 第一个 劳工要拿得到 对我们资方来说 来讲就是说 今天他拿到这么多的时候 他相对的6%有这么高 第二个 他的劳健保相对都提高 你今天你政府 我都没有发动啊 很简单啊 来 时间到 休息 休息我派一个零班就好了 所以 刺激工作的是什么 零派人员 那这样的临时工 临时工 所以你政府就说 我现在金座不好 我们不是拼金座 你现在不是 创造一些临时工 这些书记 休息到 来 休息时间 走客人车 打零工 他说我这三万块 我要拿到 所以我利用休息时间 去打工 那他到底有没有休息 没有休息 反倒让他去打黑工 反倒去打那些 没有保障的工 来去贴补他的 这个差额不足的地方 好 问一下博弈 到底 一般劳工的收入 有没有增加 在一粒秀上了之后 就我们普遍调查是没有的 没有啊 而且实际上来讲是减损 为什么 那如果减损 老板哪里会挨挨 那为什么这么多气要涨价 这一些涨价 我们高度怀疑是趁火大劫 意思是什么 就是 其实人力成本 并没有因为劳金法修法大增 更何况 这次的修法是砍了七天价 像1月3号 本来应该是要补价 因为1月2号是元旦的补价 元旦隔日等于要1月3号补 没有补了 可是我看有些企业 有些店名也没有开 他们说因为人力调度不及 跟着就不要开了 1月3号普遍有开 1月2号可能没有开 1月3号普遍有开 我就说这一天老板就已经 以前是要发两倍薪水的 今年不用发了 然后说真的 我觉得政府应该要去查查 这些含涨价的企业 把财报摊开来看 你们比去年多发的加班费 有比你们今年砍掉七天价 能够多拿到的钱 还多吗 我们高度怀疑 然后而且很多法令 七休一 刚才讲到七休一 40公尺加班费 本来劳基法就有了 很多业主过去没有守法 今年我们希望他们开始要守法 但绝对不是说 你过去没有守法 今年开始守法 叫做你成本大涨 是你过去 从劳工身上拿走的 这些钱 你现在可能要好好反省 更何况我们高度怀疑 过去会不守法的 今年还是会继续不守法 所以这些真的是趁火倒截 甚至还把这个火 说是你们自己放的 说是你们劳工自己 争取权力 现在害到自己了 这完全是误导视听 所以我们对林权的发言 我们要高度要求 他不应该是出来 只是呼吁说大家不要涨价 不是这样的 要讲清楚嘛 其实上业主 在劳基法修法是得到好处啦 要不然劳工总会反弹成这个样子 为什么业主是支持修法的 很清楚 劳动的成本实际上是减低 在这样的情况下面 还说要涨价 完全不能够接受 到底是人力成本增加 被迫涨价 还是趁火打劫呢 刚刚也谈到 公共轮班 排班 排休 都一团混乱 我觉得其实实质的效益 真的没有很大 人力本来就不足 然后院方他甚至还会用 假日一波 说我们是变形公司 连一般的假日跟国定假日都没有啦 如果说没有安排事情的话 然后我就去加班 一般上班书的话 可能少要放假 就会比较痛苦吧 赚钱还是要有时间花 必须要修改的地方 以政府的高度 以政府为了全民的利益 应该提出一个犯法 来修正或者配套的措施 不知道政府 针对物价的配套措施是什么 我们要睁大眼睛来看 但我们眼前看到的一团混乱 人力不足 这是上路两天所看到的乱象 但是如果长远来看 会不会因此而降低失业率 其实失业率 这要分两个层次来看 我觉得第一个层次就是说 像刚才我们运输业的讲的 陆小小 其实如果今天是好的时机 我相信他的工作搞不好会增加 因为我现在变成成本在上升了 假设我今天成本上升的时候 我一定找一个更有效率的司机 我不会找一个差的司机 那差的司机他要沦落什么 就是刚才讲去打黑工 现在不是有讲 他说超商现在会变成什么样子 超商那个比较冷清的店面 那个店长因为不能加班 因为你七天嘛 你要有一天放假 他就变成他去当兼职的 他放假日他去另外一家店打工 所以两家店交叉打工 我有点听不懂 这样就不是受牢基法的问题了 你都不能在自己的店打工 我七修一是在A公司 一定要七修一 但我在B公司也七修一 但我只要交叉就没有关系了 对 我就变交叉 那如果今天是用这种 那个不是雇主的责任 那个是劳工自己要选择 对 这个是专漏洞 但是问题是有责 他没责 贪不仅要怎么办 好 那所以我要讲说 如果今天有竞争力的厂商 比如说台积电会不会害怕 台积电不会害怕 为什么 因为台积电的整个生产线的流程 他用大数据分析 他花了几亿下去做 所以他现在根本 他现在是在比他的工程师 不要加班 他可以限制工程师不要加班 所以让他的效率更好 公司可以赚更多钱 所以这样的企业他不会害怕 但是我们必须要讲 很多没有办法调升竞争力的产业 这下就惨了 他真的会被淘汰掉 为什么 我举几个例子 我的朋友开饮料店 他开了八年 他开一个饮料店 以前一个店面 要大概150万 你租一个店面大概至少要五坪 然后你要雇五到六个 五到十个人 然后你的回收很慢 这是你朋友的饮料店 对 那现在他们开什么 用自动贩卖机 自动贩卖机就是这个 御守的神社这一家 这样反而不用请那么多人 这一台机器你知道花多少钱吗 60万 所以开一个店只要两瓶大 两瓶大 60万 你就可以做 我问他说 那你的成本少了三分之二 那营收呢 他说是一比一 跟一个店面是一样的营收 然后甚至有的还可以到两倍的营收 其实这个现象包括在金融业 我也看到最近的一波趋势 在国外已经是这样 就是说他现在不想租一楼的店面 因为一楼店面很贵 他们现在是租二楼的店面 对 然后把那个实体一楼的部分缩小 他就放一个ATM放在那个地方 用机器的方式来取到人力 所以越来的这些金融作业员 都越来越少 就是真的 我觉得所有观众朋友 你必须特别注意的 在制造业会用机器人 生产的工厂去期待 台硕已经这样了 我跟你讲 不只台硕这样的大企业 连中产企业都这样做 你去中台湾南台湾去看一下 有老板就直接跟我讲 他说他非常担心 他生产先的 我们所看到的是 这两天的新闻热点 何大也几乎全面性的 要采用自动化工厂 我跟你讲 你现在画面 台数也要用自动化工厂 机器人手臂都准备好了 现在画面上看到的 这些生产线的流程 过去平均一条生产线 大概要15个工人 现在剩下4个 预计两年之后剩下一个 好 那请问一下 这些劳工怎么办 这些劳工他必须要再教育 去提升他的工作能力 否则他就是失业劳工 所以你说失业率到最后 到底是上升还是下降 其实完全要看我们产业 能不能成长 听一下劳方的说法 会不会反而不逃 用机器人取代劳力 这个趋势 的确是产业发展的趋势 但是先进国家 一早就都遭遇到了 他们人力成本比我们更高 他们怎么应应 刚刚讲的没错 培训 然后怎么样扩大 新的附加价值的就业机会 这些是政府 还有企业应该要努力的 但台湾走的方向不是这样 台湾想要走的是 既然有更廉价的 这种机器来取代 那我们要压低人质成本 所以才会发生 砍价的这些趋势 我们要走的方向 目前并没有真的走对 我们要在这边呼吁 所以这个威胁 在我们看来并不是事情 我们现在就是提前在做准备 把工时缩短 就是希望其空 你砍价怎么会缩短工时 今天本来应该放假 你砍价怎么有缩短工时 这个博弈可能记错了 过去我们元旦 也是只有放1月1号 去年开始元旦 我觉得那继续混淆 也是这样 劳基法 实行细则第23条 一直写元旦隔日是劳工国定假日 我觉得很简单 对不对 为什么要采取自动化 很简单一个道理 所有的老板 所有的企业都将本求利 我可以降低不要雇佣劳工啊 的确啊 那所有的劳工一直生产 我们劳力其实在下降 所以政府的角色要做什么嘛 政府要协助劳工 不是要他接受写漢劳动啊 没有错 对不对 那所有的劳工能不能接受 家亲姐刚刚讲了一个盲点 要智慧化要自动化很好啊 我昨天坐小房 小房变成无人驾驶 那未来很好 竟然它可以背起来到轨道上空的轨道 所以这是为什么现在的新政府希望能够走向 台湾目前的产业是以中小企业为主 我们的企业规模有没有办法到全自动化 有没有到智慧化 行政院现在抛出5加2 其中有一个叫做智慧机器人 我觉得方案构想很好 非常的远心有企图心 可是你没有因应到台湾目前的现况 我有一个 我一个朋友 福人社的朋友 他开那个公司十几个人 开设计公司 那个大概不容易被取代 我可以讲了吗 我可以讲了吗 可是 好不好跟我聊 他们老板 因为我们老板认识 他要最近 过去是发奖金 现在奖金不发了 他把奖金献来 因为要发加班费 所以这部分会变成说 有没有变相说 劳工一利休之后有得利呢 没有嘛 所以你要产业转型 找到我们的经济动人 看不出来嘛 到底谁获利呢 好 小青 刚刚讲的都是有些个别的案例 我不排除这些案例都是事实 但是我们今天要想的 民进党执政以后 就是为了因应这样子一个可能的发展 不管今天谁执政 政府都是要扮演一个 照顾追踪下层的劳工 这样的概念的 那过去国民党就是做不到 所以现在换民进党来做 但是产业界不会因为 今天哪一个政党轮替就说 我不要自动化 我要做慈善事业 不可能 所以为什么民进党起来以后说 我们要推动五大产业 就是因应在这个时代的巨轮里面 我们要跟得上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转型 那这个转型过程当中的阵痛 我们现在就刚好在这个阵痛期当中 这阵痛期很痛 我知道我也生过孩子 但是在这过程当中 生出来的孩子 就是我们的期望 我们的期待 你讲那么久 你也换我讲嘛 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是配套 所以当时在修牢基法的时候 有人坚持说七天假绝对不能砍 有人坚持说一定要恶利 对不对 两利也被你弄掉了 不 对嘛 你看嘛 一利一修就已经是这样子了 两利的话 所有的状况不是加倍的困难嘛 所以我觉得 柏仪你看这个劳工的立场 我们是要站在所有人 公平的立场来调整 我不可能对我听你博弈一个人了 当然当然 所以刚刚佳琪说 总是要经历一段阵痛期 问题是他算他也生过孩子 问题是会不会变成难产 或者胎死腹中呢 我们比较担心的是 马上面临的是农历要过年了 农历你要来了 回家是大事 会不会回不了家 现在台铁产业工会说 他们要抗议不接受轮班 同时他们说 因为一利一修的关系 所以台铁把表面上的休息时间 本来是一个小时 变成两个小时 所以第一 收入没有增加 加班费减少 第二 工时是一样的 所以他们要抗议 甚至于他们要求 他们过年 要照法定来休假 那么就完了 没有火炸堂锁了 我们就说这个元旦就好了 表面上看到跑马灯 跟电视上的新闻报道 现在某家客运 某家客运打几折 打88折 打85折 实际上 那个折扣权哪里来的 那个折扣权是政府交通部补贴的 政府已经补贴了啦 补贴的嘛 第一个 第二个呢 大众运输让人家回不了家 那一天你民进党就要算了嘛 你老板的管理政党就要算了 所以在这个部分上 一定要补贴 就想尽办法补贴 问题我们说回来 大众运输你不怕死的 你到团队员邮车 费用的快递的人不倒 这都不用做事 都不用运输 都不用这头 所以我不是说 同样是运输而已 不同样 他这个政府拔钱出来说 你不要去购 你不用怕 你让他走 政府你花多少 政府把多少给你 所以 四年一百 一千一百亿里面 就可以动用这些钱 去补大众运输 所以让他们劳工 领饱饱去开车 第一个 第二个 你说购车 你购车 你购车 我没有朋友啊 我没有说 你不要说 你要购车 你不要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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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去购车一购车就好了 不要签到 所以这个部分上 我要讲的是说 刚才讲 你劳工也没有支持 然后呢 资方呢 也没有感谢 我不知道这个部队是什么意思 第一点 第一点没有配套 第三点 你要机器人什么 重点你配套你 我原来现在要购车 我客人要购车 我客人要购车 现在很厉害 你不用人购车 用其他购车 所以我说的意思是很简单 今天政府要进步 文宏智智 老公有付出 我说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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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太大便就购车 购车 购车 就是一条道路 一条法道 直接说裁员 你说上流测测 下流测测 下流测测 健康 刚才那些人说 我有两家公司 反正我今天去塞A公司 第五天我给你第六天下班 加班费 本金 我给你补修 等三天付业 你帮你去美公司塞 你去美公司塞 你有同意吗 他绝对同意 老公我现在三万 拜托你继续塞 好吗 所以有可能一个老公开 骨肉筋公司 我丢奉猜 我丢奉猜 第一点 第一点 打零公嘛 所以这样的种种问题 上流测测下流测 你说老公我愿意 老公我愿意 老公怎么会不愿意 你如果怕GDP 像人家国家新加坡 已经几十万了 你帮我一万美金 我如果不 在家里看电视吃东西 我帮你帮你帮我 所以这些问题 种种是配套下面 第三个 你说新政府 你不知道 这个会造成成本 会增加吗 百分之百知道 因为什么 当时商种工种 包含各大企业龙头 去的时候 就讲得很清楚了 这个在人力部分上 吃紧的部分 势必一定要增加人力 但是成本一定会增加 同时 在我们这个产业 跟服务院里面 应该要同意 双四周弹性公司 而不是独独在八周弹性公司 做第七天一定要切割掉 所以我们就画了个圆圈圈说 今天你的劳工 你怎么可以让他变成说 我就在这游戏规则里面玩 你跳脱出去不行 那这样的服务业 这叫劳动保障 今天要修一天 最基本的事情 那你这样听一下的话 很多新进产业 其他国家怎么做这件事情 我们去学习它 没办法跳脱 我们在外国也像过旅行团 七天修一天 不是困难的事情 第二个问题是说 今天你做七修一 你可以投尾修 你不是一定要在中间把它结 以前我们是中间 前面修一天 后面修一天 中间因为它的旅游性值 12天或8天的 它大概跑到第七天 第八天它就休息了 第九天 它真正才能回到台北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 我们不是反对 但是你弹性不给人家 只有一个圈圈就一个做法 那我们怎么跳脱出去 那你新产业 服务业 运输业你怎么去成长 有困难 好 刚刚你瞧瞧说 法令上的依据是这样子 每隔三年它必须要调整 所谓公告这个房屋税 跟地价税这件事情 那这是依法 那我到市政府的时候 你大家晓得是2013年的时候 那2014年它刚好是要调整的时候 那在这个时候 刚好是我们面对 必须要法律上依法要调整嘛 那调整的情况下 我们刚刚讲过去的研究报告 我们是有做研究报告 厚厚厚厚的研究报告 也做了很多专家学的讨论 觉得这过去三年都不涨 事实上造成长得很不公平 我刚刚讲很多不公平的问题 所以必须要做调整 那调整结果下 就必须从怎么样调整方式 当时选择比较能力的人先做调整嘛 我也没有说张教授是坏的 然后干什么 或者是居心否设 但是我觉得这样 其实很多东西真的是历史工业 也就是说 就好像我也是 人家叫我涨价市长嘛 你那个水费22年没涨 公司28年没涨 捷運20年没涨 然后有一天我上任的时候 我就开始挣扎 到底要不要涨 当然我们可以说再扩大补贴再拖 坦白讲 这个房屋税是这样的 要涨是可以涨 我觉得说我们当时 这也不是你的错 就是过去累积太多不涨 所以一下 老实讲你那一下跳30% 真的大家哀哀叫 特别包括我们那个市场的租金 什么 老实讲我们那个时候 就是变成我们 我们要很头痛的问题嘛 要脱好多年 大家每个都当好的 大家不脱 所以等到这一届的时候 变成我们要当坏人了 齐定 讲到这个崇阳敬老金 他没说 你当时的时候 你叫人家 这些连长者 去办了那个什么 台北副邦邮局 都办了 后来 你把它取消了 那你情何以堪啊 再来你懂的 这些连长者 他们不是在乎 你这个金额的多少 当初是谁把它提高了 什么用心 我们都知道 我给他 充养进老金 这件事情 不是就是你 有没有叫人家去开个户 前一年了 好 开户 我当然 如果要发进老金 开户当然是比较节省效率 也让事情比较方便嘛 反正现在银行转账 但是你开完户就不给人家钱 那些人就贴不败了 那是第二年 这我也承认 这承认我们就是一个 后来是政策是改变 当时很多人都说 你先坐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明年会跟进 这样有人跟他跟进 拜托 那他跟你说你先坐 他会跟你跟进 那是谁 是谁你跟我说啊 算了 谁跟你骗你跟我说啊 不是 不是要骗 当时人家都很鼓励 我说你先坐 你先坐看看 我说一张你来说就是 你骗傲人摆在监视厂 没有啦 我跟你说 我问你吗 你爸爸妈妈也这样 你知道吗 柯妈妈特爸爸又去领 我跟你讲 他媒体一讲他就退回去 除了上周五所检视的成绩之外 再继续还来检视的是 大巨蛋为什么会变成了一颗废蛋呢 而自行车道又为什么变成危险车道 民怨连连呢 里长的感受是最深的 交通今天会变成会 车流会变成那么慢 塞车 这个自行车道出了问题 我的里内部分 南京西路 就是有做这个自行车道 你现在去看 本来不会塞的变塞车 为什么 我说当初你花了大钱去扩建 把人行道给加宽以后 只为了自行车 当时的时候为什么不考虑清楚 在既有的人行道上面 去设置就可以了 台北市现在几乎都 几车都退出7楼了 市长口口声声说要省钱 你有省到什么钱 你在这边花了大钱 你去省这个重阳敬老金7亿 你在这边花多少 40亿 而且你还施工的时候 造成了老民 到现在自行车 车道多少人在使用 我们今天不是说推动绿能 绿能环保不好 直接你只要在既有的人行道 去做改良设施就好了 你如果不懂 你可以跟那个 你的那个 上面那个 朱立仁市长 前面那个 你去新北市去看看 人家自行车道 是设置在哪里 是怎么样的规划 根本都不用扩宽到 这个自行车道上 好 我们给观众朋友看 几张照片 也请市长看几张照片 也许不见得每一个观众朋友 都有走过 台北市的自行车道 但这几张照片 很清楚让你知道 台北市自行车道 是怎么回事 台北市自行车道 不是在原有的人行道 上来坐 而是拓宽出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是 好 这是 自行车道 换句来就是说 你可能 正如鞋 站在一起 不是站同后 拔 抱歉 是蟆背 credits kommer引 хочу 都会撞到 所以这边有一个直角的交通陷阱 除了这张照片之外 其实很多照片 我在网络上看到 进行车道 那个路 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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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铺了之后 再挖 挖了又再铺 反而让很多的机车 跟原本的汽车 在抢道 造成了塞车问题 你怎知道这话 应该说 很多人都说自行车道是科文哲鞋 我先講 只有松江路那個是我處理的 前面那個 預算不是我編的 計劃不是我做 我只是負責去蓋 而且蓋的時候 大家恐懼說 天啊 你們怎麼設計成這個樣子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 所以復興那個不是你規劃的 我是第一年上台 那個預算不是我編的 預算不是我編 設計也不是我做 我只是去... 我跟陳辦人在講的時候 他是說 市長繼續要做 好 來來來 我們來看這個市長 還有別的照片 來 這張照片 你可以看 自行車道有夠可能的 因為自行車道拓寬 所以造成機車和汽車 擠得不得了 去機車再搶到 結果自行車道到底有多少人在騎呢 過去其實蠻多人騎U-Bike 自從你把前面那個免費時段取消之後 你很明顯的看到騎U-Bike的人減少了 其實U-Bike的人減少之後 反而要花大錢做自行車道 我現在覺得怪怪的 那這個自行車道呢 也花了四十億耶 結果也被罵臭頭了 沒有啦 自行車道哪有 他是預計要花四億 還沒收到四億 我跟你講喔 對啦 預計要花四十億 復興南北路 復興那是好農賓時代 他們設計 他們規劃 然後預算才變的 我只是去蓋 蓋了所有人家才在說 哇 開始罵聲連連 我們才說趕快做修正 當然後來 我跟你講 像松江路 這個是我們蓋的 你知道那個腳踏車騎到一半崩掉 對啊 我跟你講 很容易發生車禍 我知道 松江路這個就是我們 我在我任內施工的 這個是我們有... 就是在我們控制一下 沒有聲音啦 沒有什麼抗議 我跟你講啦 但是另外一點 那好農賓時代 撕車不可以就蓋了 不是啦 你現在在市場 我老實跟你講 很多預算都變下去了 你知道 變下去一定要做就對了 不是啦 沒有一定要做 其實也不盡然啊 其實有好多全朝的政策 我們柯P都給他刪掉啊 沒錯 包括南港的這個 也通通把你幹掉 我們要賠錢 還要另外再花四點六億的錢 去買地 這不都是全朝的重大政策 都給他幹掉啊 來來來來 這例年喔 自行車道 有一點還有要講 他不是你們想像的自行車道 因為他包括透水鋪面 包括變電箱移軸 所以你要講自行車道 其實那個名稱我覺得不太對 他應該是人行空間改善 因為包括那個 但是他從人行道往外拖開了 沒有沒有 我知道 擠壓到原來機車和汽車的空間 我知道 但是我跟你講喔 像我就下令嘛 說那個已經蓋了 但已經預算都變了 而且我們是被罵才知道說有問題 被罵才知道有問題 所以你還沒有做之前 你沒有評估一下嗎 不是啊 我們上來說 預算人家都編好 記錄寫好了 編了你就要做 不是很多好市長 編的議員你也沒做嗎 我跟你講喔 我覺得 你也可以不要做啊 你說這沒反應我們不要做啊 讓人沒你才知道 前朝的問題 朝都是我的問題 沒有沒有沒有 你那個自行車道做的時候 我旅長差點去躺在馬路中間 照樣做啊 你看照樣做啊 其實我應該 那我旅長講的話 人無言輕嘛 來來來 我跟你講喔 好 請問一下 其實自行車道並不是你們想像 只有自行車道 但是結果就是塞車嘛 還有一點喔 塞車也不完全是 我跟你講喔 富星北路現在有塞車嗎 跟以前一樣啊 我跟你講 蓋的時候的確造很多民怨 我還是一個很注重數據的人 我們後來喔 蓋好以後 再去算那個流量一樣 跟蓋之前一樣 沒有變 不信大家把數據彈出來 那也沒增加啊 到底為什麼 我們的市政府的高層 是怎麼樣去跟遠雄對話 到最後 可以去接受一張紙的一個 沒有東西的內容 其實我們在事務裡面 我看你剛剛在那邊烤出來 我知道 我也快哭出來 我跟你講喔 其實我們我跟你講 我們做了多少是個法律攻防站 今天可以解釋 我可以解釋 我跟你講喔 富星北路現在有塞車嗎 跟以前一樣 我跟你講 蓋的時候的確造很多民怨 我還是一個很注重數據的人 我們後來蓋好以後 再去算那個流量一樣 跟蓋之前一樣 沒有變 不信大家把數據彈出來 那也沒增加 原來是想要變化成什麼 柯市長 柯市長 我應該是講說 我聽說 其實你剛才解釋的不是非常清楚 我跟他都是連任的議員 那他是前朝的副市長 其實都非常清楚 103年年底你當選 那預算在103年年底你當選前 我們在9月就已經完成了 連續性預算也給了 那他們發包是在12月發包 他還沒就職 那12月發包完了1月1號開始執行 他已經接到的時候 他的預算已經編完了 編完了他已經發包完畢了 我不是替柯文哲講話 但是我必須要講柯市長 當你要不要去執行這個政策的時候 你相信專業這句話是你講的 當時候你相信這個專業 這個專業去看到前朝的一個政策的時候 並沒有去做出仔細的評估 導致於說整個自行車專業道 變成這個情況 我必須要講 這個問題我聽你講話 但是你這個錯誤的政策 你還是要跟台北市民道個歉 好來這是近拍的自行車道的照片 這是我們的施工品質 然後這是我們剛剛所看到的 這個機車和汽車搶到的情況 以及其實前面那一章 我們已經有看到就是那個直角 造成非常多的自行車車禍 那既然是前朝一督 你是前朝副市長 你來講一下 我覺得 對不對 前朝一督 你要講一下 往你講 你會害的 我覺得市長這樣真的不公平 我覺得自己就是說 自己一旦執政了之後 就應該檢討 好的你當然要留下來 不好的就要去改善 對不對 你怎麼可以說 你在做的時候不好的就說 那是前朝 好的就是我的 對不對 那我覺得這樣的一個市長 我覺得應該是 應該是要讓大家來檢驗吧 不應該這樣講 你剛剛如果說好 我們剛剛講 你可以看到房屋稅這件事情 你也看到說好 好像是不好 可是你要調降的時候 結果都是有錢人的調降比較多 對不對 那這樣子 老人今天的時候就變 比較弱勢的老人 你又把它砍掉 好像開始的時候 你比較照顧有錢人 建商的這個存房稅 你也把它降成2.0 你說你都是對有錢人比較友善 然後前朝就可以改掉 然後這個壞的時候就說 那是前朝的 我不能改 好 我們請市長 我們要市長好好的講一下 我跟你講 你不要再插話 讓他講一下 其實這個是這樣 其實自行車這件事情 大概講說 其實預算 發包設計都不是 是人家都做 坦白講 在蓋的時候 因為都已經在做了 我也不知道 我是蓋下去 我就知道天啊 我才知道 你會設計這樣 你會設計這樣 對啊 你看 其實我跟你講 那時候 那時候那些交通局長 每一個都被我罵到錯頭 我說你那些衝什麼 所以我們 我後來還請公務局長 我們整個重新檢討 如果要蓋 而且我還下令說 已經發包了 都做完 就把它做完 就這樣放在那裡 然後松江路是 有設計做完 將來再做 我們就會好好規劃 所以說如果 在這個 在後面出事 那時候我負責 坦白講那時候我們 這條是 不是不是不是 我要這樣講 那時候當然就說 你發現你怎麼不停 坦白講 我那時候真的不知道 預算都編了發包 什麼都做 我當然是就做下去 是做了 才被K到我們來挪到 天啊 你怎麼會這樣 其實新生難度也是一樣 挖的又改 改的又挖 那個主持人 我一定要補充一點 如果按照市長 這樣的邏輯 那我就覺得非常奇怪 就是說 我也不知道啊 那也都做了 然後余山也編了 也都發包了 那請問一下 大巨蛋都快要蓋好了 你都可以把它停下來 南港機場 人家都已經都設計規劃 前面都已經作業了 百分之二十了 你也可以把所有的 合約都解掉 然後我們還要賠錢 還要去在後面 這樣定打 這樣在那裡 你怎麼黑龍四頭 所以 我就搞不懂 你這個邏輯不通嘛 來 來 南港機場 我跟你講 難道美和室的案子 在前面 我還繼續走下去嗎 我有這麼笨嗎 這個我怎麼敢 日盛生 這 不是 你如果認為南港的案子 有問題 你前朝都要去乖啊 不是 對不對 不是 我跟你講 你這麼笨 你是不敢做 你是因為有弊案嗎 我跟你講 今天今天不是違憲判決出來的嗎 天啊 台北市政府還要賠那些地主多少錢 我跟你講 有一個美和室的案子在前面 然後有一個一模一樣的 南港機場案 叫我重蹈覆測 我怕就怕死了 我 我看 我都不在見頭 我不是這樣說 好啦我們來看 到底柯P是省錢市長還是賠錢市長呢 104年喔 我們的這個財產收入 盈餘收入 跟事業收入 大減115億啊 從明年你的預算看起來 又減少了80億喔 你到底是省錢市長 還是賠錢市長 你的南港機場 城市博物館 北投攬車的這BOT案啊 還有可能要賠一大堆錢 大巨蛋啊 如果處理不好 到時候如果走上解約的問題喔 可能要賠更多 今年的招商跟處餐 整體的成效更差 不要再浪費台北市的錢 如果真的要做 請你把施政的重點 放在招商 放在處餐上面 增加整個城市的收入 你還了86億 你這是史上最高 是碰風耶 你年錢上面都排不進去啊 你怎麼會說你是史上房 在稅務最高 你不是只是在省錢啊 你要開圓 你要讓這些企業 對你有信心 敢來跟你台北市政府合作 來投資 這才是最重要的 你告訴我 只要自認為是正派的財產 都會到台北市政府投資 我想是這樣啦 習慣以後大家知道說 這是台北市的做生意 很可靠的地方 好像沒有優因耶 好 到底是省錢市場 還是賠錢市場 特別是有一條 金額最大的是巨蛋 好 我們來看巨蛋 怎麼樣重創 柯文哲的民調 對巨蛋非常不滿意的 有41% 不滿意的有31% 所以換句話也就是說 加起來有72% 將近73%對巨蛋不滿意 你準備要讓他們復工了嗎 沒有 我也不滿意 會不會因為民調一直低落 現在據說已經有了僑蛋派 領先拆蛋派 那現在僑蛋派為首的 據說是蔡壁如 然後已經有所謂的復工時間表了嗎 第一點喔 我一直在想說 這個大巨蛋 你要給我幾分鐘來說明一下 來來來來 沒關係你可以說什麼 第一點喔 其實大巨蛋就是一個 國家轉型期的一個悲劇 可以這樣 為什麼要這樣講 民國100年他拿到一個合法的建造 是 當然 COIN節目已經談很多 我們就不去討論 好 什麼140億 沒關係那個細節我們就不談了 反正不管怎樣 民國100年總算 那個遠雄拿到一張合法的建造 是 然後就蓋蓋蓋蓋蓋蓋蓋 蓋到102年 他申請建造變更 那張建造變更滿有趣的 他說駐位變更區域相同 這大概102年不是我當市長 這我們事後才知道 反正就這樣 然後再繼續蓋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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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蓋了104年 反正有一天就是 兵雄跟我們吵架 對不對 我們一看 你怎麼不按圖施工 嚇一跳 不按圖施工就停工嘛對不對 不按圖施工停工 從宿院委員會 行政法院 都判台北市政府勝訴 因為不按圖施工被停工 你不能說台北市政府不對對不對 那不按圖施工 不按圖施工要怎麼辦 兩條路 要嘛你按圖施工 蓋回 照原來放花蓋嘛 不可能 租位都變更了 不然 不然 不然就再申請建造變更 要申請建造變更 三條 三關要過 第一 第一個是內政部 營建署 台灣建築中心 防火避難性能審查 這個要先通過對不對 是 那再來 這通過才進台北市政府 環境影響評估 在那個都市設計審議 坦白講喔 他第一關那個防火避難性能審查 在那個內政部 營建署審了兩年都審不下來 我每次他審不下來 乾我屁事 坦白講 大巨蛋到現在為止 跟台北市沒什麼關係 那你就說 依法 照你這樣說就是他很多環節 很多關卡 沒有依法 對啊 那你就說依法就好啦 你怎麼把人 每天在那邊 什麼 十個夜市文比不上 一個造成熊 你每天這麼壞 結果又抓不到人的空間 沒有啦 我跟你說 他真的是不好啊 不是 好不好那是一回事嘛 你是不是喜歡他 是一回事 你又不是要跟他招牌 對啊 所以我犯的錯誤在哪裡 現在就是說他有沒有依法 你就照法律走就好了嘛 所以老實講 我就等他 所以我現在 如果從來一邊 我應該怎麼講 我應該很客氣的講說 請這個遠雄集團 就該申請是申請 趕快申請 趕快通過這個內政部 營建署 台灣建築中心的 防火避難性能檢查 通過以後 趕快到台北市政府來 我們這個環境影響評估 跟都市設計審議 一定會盡量給他協助 在合法 合法合理的範圍 自己來通過 坦白講我這樣講就好了 對啊 你這樣講到 死惡不色 結果抓不到人 空空 不是 我跟你講我發的錯誤就是 人家罵你 你就跟人家回嘴 就掉進人家的戰場 他先罵你還是你先罵他 都有 都有 他還告我 我至少沒有告他 來 尤以來到現場 尤以是互數聯盟 他是長期在觀察大巨蛋 其實 針對市長剛剛的說法有幾點 我要先回應就是 第一個 我現在聽到市長這樣說 他以前跟趙董事長這樣打水口 還是什麼不對 他應該怎麼講 其實我說真的身為台北市民 聽起來覺得非常的窝囊 我必須跟市長報告 其實您去看你的民調 從你上任到現在的所有的民調 您民調最高的時候 就是你在跟他打水口的時候 大家其實期待的是 你跟一個被司法認證的黑心財團 趕快分手 所以為什麼現在不滿意度 跟非常不滿意的 這個整個比例會這麼高 其實你們在 就我所了解 市府現在針對大巨蛋 你們認為有六、七成以上的人支持續建 其實那是錯的 其實你們沒有在一個完整的一個陳述 或是我們要求行政聽證的程序 讓大家了解的情況下 之後再去做這個民調的處理 你讓一堆不知道狀況的人 他們到底知不知道 這一本契約繼續執行 會發生什麼問題 我相信市長很清楚 我相信市長非常清楚 你覺得這是不是一本不平等條約 是嘛 不平等條約 你現在要跟遠熊繼續走下去 你連任也就算了 再下一任的市長 以後未來的台北市民 怎麼去解決這一本合約 這是我相信是很多台北市民要問的事情 所以為什麼不滿意住這麼高 因為大家都想問這個 柯市長大巨蛋為什麼還不解約 我們是不是可以聽市長說一下 第一點喔 解約在法律 我跟你講 這也是這樣 在我們這個國家 其實老實講 如果我可以解約 我很想解約 但是你想想看 第一點 像議會講的 你跟遠熊怎麼打 議會是不出一百錢的 已經講了 議會不出錢 你自己要想辦法解決 你打仗也要子彈 你說好 議會我們不出錢 你自己想辦法跟遠熊解約 那如果是 問題就是說 再馬好 讓一路簽下那個合約 你知道嗎 我們這個國家 我們這個國家 我就講嘛 我們又不是極權國家 在這種法律存在的狀態下 你告訴說 你要怎麼跟他解約 所以我只能說 在合法的範圍內 我能夠做到說 最起碼公安上 很明顯有問題的 去把它改掉 你說如果要解約 坦白講 我們內部也是想過 解約 趙托雄也不是吃素的 你解約他就假扣押 他一定假扣押 假扣押 如果議會都不出錢 我們沒有辦法再還假扣押 最後那個蛋還是爛在那裡 你說如果要解約 坦白講 我們內部也是想過 解約 趙托雄也不是吃素的 你解約他就假扣押 他一定假扣押 假扣押 如果議會都不出錢 我們沒有辦法再還 再還假扣押 最後那個蛋還是爛在那裡 現在也是爛在那裡 對還是爛在那裡 你知道民調為什麼會跌那麼慘嗎 他都說你沒有辦法處理 因為 拍戲拖拼了 百戲拖孔拖太久了 那我問你一個題目 變成一個廢蛋 我問你一個題目 很多人都很有意見 那你們告訴我怎麼做比較好 我跟市長包裝一下 如果我們會做 我們就不用選你做市長 因為這個東西我們已經跟市政府 沒關係我只問一件事 你跟趙托雄我們密會過 到市政府來有談過一次 那時候還是 只有一次嗎 一次還兩次 所謂的密會就是我們媒體不知道的 叫做密會 有沒有 這兩次吧 沒有拍的 這兩次啊 沒有CAMERA拍的有幾次 這一次還兩次 那你跟他談什麼事 沒有什麼 互相罵一罵去而已 那你為什麼跟他密會 為什麼不在公開的場合見面 我在市政府見的 你是在市政府見的 但是媒體不知道 你有沒有在市政府之外的地方 跟趙托雄見過面 沒有 那你跟他見面現場有誰 沒有啦 反正也沒有什麼 只是大家表示說 可是你以前不是都罵人家黑箱嗎 那你自己怎麼密件 這也不是 市政府公開的場所 市政府是公開場合 我沒有在那裡 那你現在是想要繼續讓他蓋的是不是 因為民調很差 我覺得是這樣啦 你是不是心裡想讓他繼續蓋 不是不是 合理合法 對 合法 第一個喔 我跟你講 如果我有300億 我很想把它拆掉 市長可以有300億啊 蛤 你可以有600億 我知道啊 但是我 但是那個如果 如果可以拆掉在 那個土地蟲賣一定有600億 這我知道 沒有不一定 不是這樣 沒有我跟你講 這個案子就難在哪裡 法律上 你馬英九跟他簽那個合約下來 啊 那怎麼翻功啊 那個約簽成這個樣子 那既然你知道合約簽了沒辦法翻功 你就不要肯定了 開始不肯定了 但是 但是我跟你講 敲鑼打鼓 但是 但是安全還是要顧啊 當然啊 你 你 你也不能說讓他全部蓋完 然後隨便他 隨便他 跟你罰個錢 那他要怎麼蓋怎麼出來 要怎麼蓋就怎麼蓋 我覺得 我覺得國家也不可以這樣 安全當然很重要 那你現在是準備要讓他過關嗎 看起來你 對於那個七項 但是我跟你講 你好像讓步啦 不是我跟你講 你們的環評和督審現在 七項公安標準 你現在已經讓步了 七項公安 消失啦 七項公安標準 台北市提出的標準 對 可是我跟你講 在那個內政部的審議 環評的審議 都市的都記的審議 沒有了 不是 他們還是 這是我們的主張 但是我們不是說這一定要百分之百這樣 但是這個我們覺得這樣比較安全 但是我們也會相信專業的這種評估 所以你又退讓了 我跟你講 那你當初提出那七項的時候 有沒有找專家來評估過 有沒有找專業來問過 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你七項之後敢打到 不是 結果現在到中央去說 哎呀我們又要退讓了 因為經過專家評估 我跟你講 這個我補充個下 好啦 我市長說一下 因為台建中心我有去參加 是 我嫌市長之命 那我們還是要表明說 我們還是以安全為則 所以他審了兩年 他最近才審完嘛 他審完也通知市政府 那你看我們有沒有堅持 他 遠雄已經把已經消失不見的十座樓梯 他恢復了 第一個他恢復了 第二個 他把整個一個消防的一個 一個所謂的走道 他也完全說 因為安全 那邊是不能地下室 不能在地下室停車場 57步的遊覽車 不能在那邊停 一定要在空曠的地方 來上下課 這個也是我們堅持的 所以遠雄現在是最頭痛 不是台北市政府頭痛 因為他如果說在上面 如果說他要恢復 還要經過我們市政府 所謂的環境影響評估 還有督審之外 他現在問說 那你的面積要不要消失掉 不然的話 你沒有地方可以來上下乘客 這個是台建中心 他已經提出這一個報告 遠雄現在打到摩承 那當中我們一直堅持 柯市長一直堅持說 安全安全 那堅持有沒有對 到最後是對的 安全是有模糊的概念 你們堅持安全 安全有一些細節嘛 另外那個 你這一項那一項 那這一項那一項 你們有沒有退讓 哪一...什麼 你們裡頭有七項啊 我想問的是 那七項有沒有退讓 沒有沒有退讓 都沒有退讓 我們的局長在那邊 來局長講一下 我們沒有退讓 完全沒有退讓 因為安全是一個模糊的概念嘛 什麼叫做安全 你們的安全標準有沒有退讓 主持人抱歉 安全不是模糊的概念 安全是最重要的概念 我知道 所以我說不要講安全就好 你們要告訴我 我們先來講 大家習慣講的七項 不只七項 有70項 是 這個都是都市防災 市長剛才講得很清楚 100年 101年 核准的圖 遠雄拿到核准的圖 第二天就沒有造核准的圖施工 所以在去年的5月20號 停工到今天 副市長剛才也說了 終於兩年半以後 台建中心經過四次預審 九次正式審 是 終於原則同意 台北市府還在等評定書 這個問題出現在最大一個觀點 就是拿到核准的執照圖 沒有造那套圖施工 世界上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就那麼清楚 沒有造圖施工 就造沒有造圖施工的罰則來處理 我把它畫再翻譯一遍 遠雄在100年拿到那張建造以後 他從來沒有造那張圖施工 沒有造那張圖施工 沒有造那圖施工 我們有罰則嗎 你沒有造圖施工 你就造沒有造圖施工 該怎麼處理怎麼處理 我就把它停工 不按圖施工停工 所以為什麼行政法院 事務院 那個監察員都判台北市都對 那現在是不是 你就來 你就不按圖施工被停工 那你就來建造兵庚 就這樣 其實 講完了 那個主持人我補充一下 就是你剛剛一直在問市長 就是他們到底有沒有放水 我在這邊提醒大家回憶一下 其實在去年 我們林欣榮副市長 別講放水 我其實要表達說 有縮回來嗎 有 有 本來正的 有是不是有縮回來 因為民調低落有縮回來嗎 當初我們花了幾百萬 請了日本的他們這些專家 所謂的專家 然後嚴禮出來了這個 幾項所謂的這個標準 然後呢 我們這個林欣榮林副市長 還正式的開了記者會 對外提出來 就是說我這邊提出來 我們市政府提出一個 你可以解決的方案 也就是說 請你把這個樓下的 一樓的那個空間 所謂的原來的商場的規劃的空間 你要把它騰空嘛 不是嗎 要把它架空 你不可以作為商場的使用 那請問啊 現在還有沒有堅持 沒有啊 這件事情有沒有堅持 因為遠雄還沒有地建 對 剛才副市長講得很清楚 包含57輛遊覽車 台建中心 如果地建的話 你們會不會讓步嗎 這我在議會我都問過了 我覺得不會放水 這是最重要的事 你仔細去想想看 您剛才說的是7月19號的市政會議 那天還談 融流人數 路得超過9萬 對不起 遠雄地建14萬 環評是6萬 全世界沒有像過去這樣拆開來審的 不是啦 我跟你講阿冠 你知道為什麼他審兩年審不會過嗎 他100年那張建造環評是6萬 是 他現在送到那個台灣建築中心那個 那個防火避難性能審查 人數是14萬 等一下 他說是不同的消磨 他說6萬是 14萬是避難人數 6萬是融流人數 他說那個不一樣的人數 我跟你講 就是因為最後 我們也跟那個台建中心說 那你就把它寫清楚 我跟你講 就是因為最後 我們也跟那個台建中心說 那你就把它寫清楚 有寫清楚嗎 到底是什麼人數講清楚 不然那些委員你知道 審了兩年大家都不敢蓋上 就是這樣來的 那為什麼你要把 你為什麼要把喬蛋 不要講喬蛋 為什麼要把大巨蛋 處理這件事的頭 從林慶榮換成蔡壁如呢 沒有啦 他現在是準備蔡壁如 拜託 因為我聽到對方說 都是由蔡壁如來聯絡嘛 然後由蔡壁如是溝通 他是聯絡 他是傳話的 這負責人是他這個在這裡 所以現在是副市長 陳副市長 我還是堅持我們安全還有 暗途施工 這兩個原則一定要堅持 而且要尊重內政部 還有台灣建築中心 他的一個審議最後的 評定的一個結果 之後他能夠做整個一個設計 再送到我們都發局 來做所謂的都審以及的環評 這個整個一個程序 還是做 那當然是這樣的 因為你中央單位 還是要把這個釐清楚啊 當初我們就是因為安全的單位 安全的問題 以及沒有暗途施工這個問題 如果釐清楚的話 那當然你要 那你們對安全的要求 你們有些要求吧 包括避難人數 容留人數 包括這個空間啊 樓地板啊 這個有沒有改變 這個沒有改變 都沒有改變 我很好奇 這個原來是林副市長的嘛 對不對 林慶榮 林慶榮他要求很嚴格 說請這邊來 全部那個 然後為什麼現在請陳副市長 然後這個安全好像說 有空間了 我就不了解 為什麼要 有沒有跟剛開始 你們所要求的那些條件 有改變 還是一直堅持原來的那個標準 到目前為止 我們是堅持 安全這個一定是 是沒有辦法打人扣 那我安全有標準 就是原來的那個標準 你們還堅持嗎 依照台建中心所審下來 這個標準 是台建中心的標準 還是你們的標準 你們到時候提出一套標準 我們的標準還在經過 林慶榮有套標準 他的標... 我們的標準 地方政府的標準 連內政部有一個標準 那還是 最後的仲裁者是中央 當時內政部的標準 對不對 所以還是回到 內政部的標準 一定要依照 內政部的標準 這是一定的 你們當初說內政部審不審過就好 你們說 說是中華民國的標準 現在又要照內政部的標準 我做個補充 局長 只有中華民國的標準 沒有張三里市的標準 就是那麼清楚 就是有嘛 當初就是有嘛 對不起 去年 內政部三次發文 給台北市 都市防災 台北市審查 性能市審查 是 都市防災 是因為遠雄在四年前 是 把只有大巨蛋是性能市法規 擅自改成所有的五棟建築物 全部變成性能市法規 才有那麼複雜的事情 過去的問題 沒有人把它當作一個建築群來看 現在台北市為了安全 很清楚的要求 那是唯一的標準 好 針對巨蛋 來 方簡有話要說 我們來聽他怎麼說 柯市長可能他自己覺得很辛苦 都每天都在忙 但是對我來講 如果你沒有一個依法來行政 然後開大門走大陸的話 你永遠就像一個狗 一直咬著自己的尾巴在那邊轉 很忙很忙你還會摔倒 老和尚念經 小和尚有口無心 他也在那邊講 但是他也承認 事前要報備 事後要申報 這樣的一個程序 他都不知道 那我不知道他這兩年 我們當市長怎麼做 我覺得他到底有沒有心 要真正好做 做好廉政透明這回事 我都覺得沒有信心了 所以他每次到最後都說 好啦好啦好啦 就這樣 就不是很耐心 我常開玩笑講 他也是上帝派來 懲罰我們台北市民 這些天龍國民的人 這是方簡的說法 當然是他個人的說法 但是他說 他認為應該要調查你 來 我們還是讓尤一講一下 大巨蛋還是讓尤一講一下 因為其實之前聯委會已經提出 大巨蛋的這個調查報告 那裡面其實很明確的建議 市政府要跟遠雄解約 那也要求要辦行政聽證 然後甚至已經把這些 馬英九密會 趙騰雄的這些東西 調出來以後 然後移送地檢署 然後所以這些問題 其實現在正在處理當中 那柯市長也很了解這些問題 然後可是從整個大巨蛋的 處理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覺得市政府 目前是在大巨蛋的部分 從我們公民團體角度來看 是一個黑箱作業的情況 因為有非常多的資料沒有出來 我個人絕對相信林局長 我們的林州民局長 把關的這個決心 這個我們絕對不會懷疑 可是在相關的資訊 目前很多東西 不管從議會 或是從其他的管道 我們其實都很難取得相關的資訊 而且我非常希望可以了解 到底為什麼我們的市政府的高層 是怎麼樣去跟遠雄對話到最後 可以去接受一個 明明你要求他9月8號要改善完成 他都沒有改善完成 你們為什麼可以去接受他們的 這一個一張紙的一個 沒有東西的內容 你們就可以不跟他解約 因為這是我們人民非常 沒有辦法理解的事情 也是我們覺得非常不滿 難道政府講出來的話 可以隨時為了一張紙就自己吞回去 這也是我們覺得很窩囊的地方 所以真的市長 你還是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你今天這一些東西 你們到底跟遠雄是怎麼談 談到現在變成這樣子 其實我眼中看到 只剩下林州民局長一個戰將 你們其他人都Q回去了 你們這一些 你說什麼沒有錢沒有什麼 我們真的講過很多次了 你們有很多的錢可以用 市長知道我們現在不是要賠遠雄錢 你知道嗎 我們跟他解約我們是要幹嘛 我們是花錢買他的建築物 如果法院要求的話 如果你今天訴訟書 他要求你買建築物 我們是花錢把它買下來 我們只要留旅館跟辦公大樓 這兩棟遠雄自己有算的 我相信市政府都有這個東西 那兩棟可以賺六百多億 為什麼市政府不跟他解約以後 這個錢自己賺來填補 當時跟他買的這些錢 這你們都做得到 如果你可以這樣子做 留那兩棟設定地上權招標 去取得三百億的權利金 你其他的大巨蛋商場旅館 你可以商場隱城 你可以回復成公益使用 你要不要拆是另外一件事 你的這些商場一層一層 可不可以做一些室內的風雨球場 給小朋友運動 你的這個大巨蛋裡面 可不可以鋪個紅土 讓台北市各級高中的 高中小學的這些棒球隊 可以進去裡面比賽 你的這些原本的影城 你是不是可以做成市立圖書館 或是其他的庇護場所 這都是你們做得到的 為什麼不朝正確的方向去走 現在談公安 我知道公安很重要 我覺得張副長 你們自己也要講清楚 當時為什麼你們公安要搞成這樣子 為什麼要讓他們不按圖施工 你們前朝也要講清楚 可是現在柯市長你自己執政 你現在要做出最後的決斷 你如果不做最後的決斷 我覺得你真的 我們全家都投給你 你知道嗎 我身邊多少朋友投給你 真的大家完全沒有辦法理解 我今天在臉書PO了文 所以我今天要來錄影 請問大家覺得我應該問你什麼事 大家都說為什麼不解約 好來 我們讓市長回答一下 我跟你講 其實我們在事務裡面 我快點在這邊烤出來 我知道 我也快哭出來 我跟你講 其實我們 我跟你講 我們做了多少次的法律攻防戰 今天可以解約我一定解掉 一定可以解 我跟你講 解約 第一點 常常是這樣 孫子兵法 十則為之 五則公之 倍則分之 這叫什麼意思 對手不是站著讓你挨打 他的律師團 比我整個法務局的律師團還強 我跟你講 可是你現在不解約是你挨打 對 但是 人家不怕你 我知道 我跟你講 今天我就覺得一個很遺憾的地方 其實大家是非對錯 我們心裡面都知道 可是中華民 我對事務也非常感冒 可是今天這個事務 你如果拿一個律師來跟我講 我問過多少那個VOT的法律師 這個他不會站著挨打 你給他 我把它解約 他一定夾扣押 沒關係 我們就跟他買建築物 我買我錢從哪裡來 議會 你今天判決出來 我相信議會 今天如果判決出來 法院如果判了 你要多少錢跟他建價收購 你就是編預算 議會就這樣 我知道 有的議員我們必須要講 你對議會的生態不是很了解 我必須要跟市長 我必須要講幾個問題 你的民調低 大巨蛋是一個大問題 是 因為當時候大家都期盼你 去改變大巨蛋 前提大家認為這些財團 真的是很惡心的 甚至於前朝就是馬英九時代 跟柯文哲時代 我們掉了多少東西 他也當議員 由議來照問 我們掉了多少 掉不到 也是因為你到的時候 才把那些東西放出來 這是第一點 這是我們要謝謝你的地方 讓我們知道更多事情 但是整個大巨蛋來講 我必須要講 民眾為什麼認為你的民調會低 大巨蛋的原因 重要原因之一是因為 你要不要猜 結論要有一個 可是拖到現在還剛才說 戴西脫孔 戴北兩年 如果說 我必須要 剛才反駁一件事 我們議會沒有反對你解約 議會有兩派意見 藍軍有一派 藍軍裡面也有人 跟我們是一樣的想法 我們裡面也有人 跟他們一樣的想法 從來沒有來說 你們支持我解約 如果要 我要什麼錢 你來挺我 沒有 他從來沒有表達做這個議員 議會只有提案通過 大會這些議員支持 要求市政府要跟遠雄解約 議會有的 議會裡面也有部分人 要求不得解約 這我必須要講 這是有很多派 但是市長 如果說你真的認為解約會贏 如果他假扣押 我們再反扣押 這些錢對台北市政府來講 台北不是沒有錢 只要我們會贏 那如果照尤益剛才所講 如果說我們那兩派 設定地上權的部分 我們有錢可以盡 其實你可以創造台北市裁員 這不是不可以做 你不能一直把這個問題 丟到說台北市議會不給你錢 對 你說得清楚 人家就可以解釋了 第二 你民調要高這個問題 在你下一次選舉前市 你最大最大的一個矛盾 為什麼 你要進選連任的時候 你之前說 你要用四年的心態來當市長 那這個案子就要在四年內解決 你現在要爭取連任八年 我們也接受 但是前提 你這個問題不解決 你如何告訴人家說 你是用四年的心態 去解決這些所謂的官商勾結的問題 我們民眾 我舉個例 有個學生 我兒子 在高中的時候 你在選舉 他那一年剛好畢業了 他走到說 我都去幫柯文哲當志工 走路都有風 可是換個角度 現在 他們那時候是希望你改變成真 可是以現在來講 我兒子只能跟我講說 我們改變成真不敢 但我們只是變期盼 期盼你改變 之前是說你一定改變 現在是說期盼改變 那我這樣的年輕人 有這種想法 這種心態 我支持柯文哲 當時我走路是有風的 你那這幾千個志工 對不對 那現在的支持你的人 他們在班上的時候 都變成說 會啦他會改 再給他一點機會 一直在幫你說 可是你這個大巨蛋 到底你民調要高與低 或許大巨蛋不是絕對的因素 但我相信他還是有少許因素 你要不要改 你要猜 我宏建議第一個支持你 你不猜你要講清楚 就不要推給議會啦 對啦 好啦 你不要害人 學生要做人 他兒子現在在學校 我跟你講 走路都靠牆壁邊走 其實大巨蛋這個案子 你知道 也看出說 即使我們面對很多這種壓力 甚至說民調調 但是我們還是堅持說 我們沒有放水 那你話會不會說太多 你話會不會說太多 就是口水 口水賺太多 你剛開始是不是說太多 但是我跟你講 我後來查過 前面的兩個市長 也想擋大巨蛋 最後都投降了 沒有 包包市長你錯了 真的沒有 但你說一丘之盒 沒關係啦 我們不要堅持人 我們不要堅持人 就是他們做不好才幫你做 我跟你講 最起碼 我沒有說因為怕民調掉 那就放水了 你確定不會放水 我還是堅持說 到現在為止 我們還是堅持你照顧來 包包市長 如果你監察院糾正的BOT契約條文 沒有改回來 就是放水 繼續讓遠雄繼續執行 而且照著現在這一本 監察院糾正的內容 都不改回來 就是放水 我覺得這是市政府 必須要認清的事實 如果你現在沒有改回來 你就應該把它解掉 因為你現在不解 未來的台北市政府 永遠都遇到相同的問題 你拿他沒有任何皮條 你罰他不到錢 你罰不到他的錢 你管不到他任何違約的行為 貴雄他有去生戶 工程會也通過 所以認爲監察院那個他是有問題的 我是講施政 我是比 我是比柯文哲 我的市長 我現在老闆 我找從政 施政有時候你講理想之外 還要講實際 還要講法律 現在我們要解約 我們法律我翻遍而有 我去的時候 我也認為說 我們一定要把法律弄清楚 要有周延性 要合乎法律 如果你不合乎法律的話 你這個眼熊放在那邊 十年 二十年 不能解決的話 柯文哲是被罵得臭頭 罵一輩子 不是罵兩年 四年而已 這跟連任有沒有連任 我認為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我們要 這個國家是要依法行政 我認為是要依法行政